天王墓 瘋窩珠 鬼吹登第三步 雲南藏谷 燕正海岸 其實為了這次能進入獻王道的探險 一早Shirley已經研究過有關古典國的歷史資料 不過在各種不同的史冊之中 對於神秘有古老的無數 都只是一筆大過 反而在野史之中 就曾經提過各種各樣神秘的無數傳說 由於古典國無數性行 所以也產生了種種 與無數有關的對犯人的殘酷液分 其中最殘忍的一種 就是對婦女落的無人之刑 這種無人之刑 就是用無數 用一粒蟲鈴在婦女身上使她懷孕 然後等到那女子十月懷胎 直障生產的時候 就用最殘酷的手段 將她折磨到死 這樣她臨死的時候 產生的恐懼和憤恨 就會通過她的身體 傳入她死的時候 所生產的那顆蟲鈴裡面 這個正在無數之中 非常邪惡 而有利害的一種 原本Shirley看到這些有關的記載 還以為 這個是那些寫夜史的人 為了吸引人家的注意 而製造出來的 所謂送人聽迷的這種事實 但是現在看到的情形 再加上 我在迷惘之中 朦朦朦朦朦 所感受到的一切情景 一家人靜 這樣才知道 原來世間上 真的有些這麼淒慘的事 大概是獻王侵佔了 松谷附近的領地之後 覺得這裏是一處 風水非常之好 天下無雙的修煉地方 接著就在胡蘿洞那裏 發現了 被當地的老百姓 供奉為山神的乖蟲 於是 天王就將這個胡蘿洞 納入了自己的靈部區域 禁止當地人 再向這位山神老爺 供奉他的善取 等到這條巨蟲 散了毒氣 沒有辦法反抗的時候 就為他裝進了一套 好厚的青銅龍甲 又戴上一隻黃金綠修面具 再加上那些 不為人知的神秘手段 就將這條 世間只剩下一條的霍士不死蟲 折磨到半生不死 然後用青銅重甲和黃金面具 這些無術的器具 使得這條蟲 成為了他鎮守靈幕的一大法 然後 又因為可能和情愛糾割有關的原因 他將已經受到鎮鎮的女兒光 裏面所有的婦女 選了那些合用的人 全部要他們接受 這麼慘惑的無人之影 這就是在他們的子宮裏面 種落那些無術的蟲蟲 等到他們懷胎十月 這個懷胎即將從小的時候 就將他們的手腳折斷 然後反過來 讓他們保住 已經完全脫離了無體的 各個的無術蟲蟲 然後再用一種類似是消融的 好熱的蟲枝 或者好辣的樹膠 臨在這個女子身上 連她背後剛剛出生的無術蟲蟲 一起造成了一個透明的蟲蟲 等到她中了之後 再在表面上 刻滿了無術的蟲蟲 這就等於 將這個女人死亡時候 種種恐懼、愛傷、憎恨和詛咒 都一起封在這個蟲蟲之中 那個女子 被人用樹枝蜜封成為蟲蟲之後 當然死了 但是剛剛產生出來的無術蟲蟲 她的生命力很頑強 不會輕易地被這些滾燙的樹枝燙死 在這個蟲蟲身上 打開了幾個小孔之後 跟著 這一句乖意的屍體 就被人沉入這個 這麼深的水潭裏面 然後無術的蟲蟲 就通過那些小孔 合適水裏面的浮游生物 再加上那個女人身體裏面的怨毒、怨念 就可以生存下來 她不斷地奪出了一條條白色的蟲蟲 你們追從 戴著那個女人的怨念和恐懼 又結成了一層白色後鳴 散發著青光的玉綸 覆蓋在一個女屍身上 所以 我們在河裏面見到一個女人屍體 是白色的 甚至 我和肥仔船開始的時候 還誤會他們穿了一件白衣 這些浮在水面上的女人屍體 按照原理 向他們施展無術的人的設計 在水裏面 按照水流的方向 一路就向著那條霍氏不死蟲流過去 而那條的霍氏不死蟲 因為這個時候 已經沒有人供奉給她那些有毒的戴蟬蟲 於是 就只能夠吃這些浮游的女屍 但是 這些女屍 她們身體上包裹著一層硬殼 所以 這條霍氏不死蟲 就只能消化了 她表面上 那個無術蟲卵排出來 帶著這個女人怨毒的那一層肉椎 吃完之後 剩下一個女人屍體 她就消化不到 也排斥不出 於是 只好 只好 將這一條條絲 又重新 吐回入水壇裏面 女人屍體之中的無術蟲卵 一接觸到清爛的河水之後 又會繼續按照原來感 繼續吸食浮游生物 繼續生出另一層的肉菌 繼續 幾條霍氏不死蟲 噴入肚 食肉菌 又再吐翻出來 不斷地在這個痛苦 而又屈辱的過程裡 來臨 聽了Shirley 結合了我的經歷 和她以前閱讀資料的分析之後 我的心 真的好像綁上一塊很沉重的石頭 雖然原先已經有想像 但是 還是真是想不到 這每一條的浮游女屍 他們身上曾經背負過幾大的痛苦和怨恨 而最令人覺得太慘的就是 正是因為他們有幾千年都不可以化解的痛苦和怨恨 才使他們兩千多年來 都一直成為殺害他們的那個仇人的工具 無可解脫 無可逃避 人間的慘事 真是莫過於此 本來一直情緒是最容易激動的肥仔船 不知為何 摔完之後 她居然就不來 喂 小姐船 你 你做甚麼 沒有 她突然間 走到那堆 因為刺滿了那條霍士不死蟲 黏液的黑蒙蒙的百幾句女人的浮游屍體之中 吐起其中一句 咦 我和Shirley兩個人都同時打個突 肥仔船吐起的這句屍體 正是剛才我們無意中 拍死了一個身上叢倫的那個女屍 只見肥仔船小心翼翼地抱起這個女屍 將她放入冰冷的河水裏 我知道你的心裏 為何會有這麼強烈的憎恨和怨念 我知道你也很想報復 你有理由去怨恨去報復 但是你現在明白了 你們的怨恨 你們想報復的念頭 只會繼續使得 你們成為人家利用你的工具 放低啦 放低你的憤怒 放低你的怨恨 這樣 或者你們可能 才可以真正得到解決 你們的怨恨 謝謝你 謝謝你啊大哥哥 雖然我曾經想著愛你 但是 你竟然也敢來勸我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會放低我的怨恨 我要真正 去找我的父親 找我的兄長啦 喂 Shirley 你覺得 你覺得這個肥仔船 會不會有點不妥呢 什麼不妥呢 平時 它似乎不是 不是那麼多受善感的 聽到這些人間慘事 無論誰 都總是會有一些感慨的 我總是覺得 今天的肥仔船 似乎有點不妥 先不要說那麼多了 我們還是看看 這個在蟲土裡的潘多拉摩坎 究竟 埋葬著什麼秘密 和獻王墓有什麼關係呢 我定神看看 這個在那個 霍斯長蟲的土裡 發現的 巨大的銅盒 當我們用河水 將它清洗一番之後 我們發現 原來這個是一個 四四方方正方形的巨大銅盒 銅盒上面 有十八眼銅釘 四邊四面 它似乎相陷得很緊密 一條縫隙都沒有 難道它是實心的 如果不是的話 那應該怎麼打開呢 還有Shirley細心 她仔細地看看 已經發現 在銅箱的底部 有一個虎形和龍形的洞 這兩個難道是鎖匙洞 但是 它們的鎖匙 又在哪裏呢 啊 在大祭司 那個玉祭棺材裏 我們發現 有一支龍頭、虎頭的短杖 它們之間的大小形狀 好像很接近 我給它一看 亦都發現 這兩個洞的形狀 和那支虎頭、龍頭的短杖 又好像這麼似 哎呀 對了 好彩當時肥仔船 一時貪心 一定要帶這兩支黃金短杖 金雲 正好得來全不費功夫 當我們打開了這個銅盒之後 裡面 原來分成三格 第一格 用一個蜜蜂的圖冠 裝著一個玉祭的胎兒 這塊胎肉 整塊都是天然生成 真是巧奪天功 這個玉祭的胎兒 上半身都不知多似 連手的手指都可以掃得清楚 前壓的血管都很清晰 胃到下半身都還未成形 這個玉胎 一些人工丟了的痕跡都沒有 居然就好像天然生成這樣 大自然的鬼虎神功 又一次令人驚歎 在另外一格裡 一個小布袋之中 裝著幾塊骨頭 同為一隻三隻腳的藍色蜜蜜 這隻三腳怪蜜蜜 有整個人頭這麼大小 體態非常豐滿 一副洋洋自得的樣子 只看他的雕工都不用看勇搖 已經知道 這隻蜜蜜 絕對是一件難得一件的傑作 是神物來的 我和肥仔船看到都慢吞口水 人家說 尚鵝吃了長生不老藥 這樣才飛到月公之上 變化為一隻蜜蜜 所以他亦都可以被當是月公的代表 象徵著高高在上 飛黃騰達 如果不是 又怎會有蜜蜜蜜蜜 這句說話的出現 哎呀 如果我們可以 將這隻三腳乖蜜蜜 拿回去就好了 好了 你們小心啊 這個山洞裡的植物 又或者是那些昆蟲 自所以變得越來越大 恐怕是和這件事有關的 我剛才檢測一下 這隻藍色的乖蜜蜜身上 有著很強的輻射性 恐怕 它是天上的隕石 跌下來之後 軟熱開來的晶體 而被這些人 利用造成了一件這麼精美的工藝品 我想 在松林之中 至少有兩架以上的飛機 是因為它而聚位 就是因為有這隻怪蜜蜜在此 所以有時候 天上的飛機 飛到它上空的時候 才會突然間零件失靈 飛機失事 你視之所以變成了另一個百慕大三角 和它就最有關係了 這些東西似乎是這麼邪 我看都是要斬草除根 喂,記者說 索性拿你這兩件東西出來 全部用炸肉 做個炸光細 這樣就可以免留後患了 那可惜一點 我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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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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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不聽到嗎 聽不到嗎 怎麼會聽不到呢 就在我們剛剛在聊天的時候 忽然之間 一種很怪異的 森蚊仔提喉的聲音響起 而且這些聲音很近 就好像在我們身邊一樣 什麼回事 什麼回事 我即時用著聲音傳過來的方向一看 哎呀 只見一個半人半蟲的怪嬰兒 只是不知道什麼時候 已經爬到Shirley的面前 抱著她的大腿 嘩嘩聲的哭 那些哭聲 好似多數都不是人聲 甚至被我們在深夜叢林那邊 聽到那些夜老虎叫 亦都要讓那些聲音稍微舒服一點 因為事出突 Shirley整個人完全窒息 而那隻半蟲半蟻兒的怪物 哭聲亦都突然停止了 跟著她的座椅打開 這個就一打開 馬上就同時裂成四反 在內部 生亂了各種反鞠型的刀絲 就好像恩蟲的口氣一樣 但是這樣一裂開 整個珍儀的頭殼 馬上就分成了四片 震震破感 甚至是想去喊Shirley的腳 哎呀 笠家火令你痛 剛才對著霍士不死蟲 還有這麼鎮定的Shirley 突然之間見到這個半人半蟲的嬰兒乖物 Shirley不知為何整個人都嚇到外勢 連你的時候 雖然我已經一手拿起那支支架歌打自己的衝鋒槍 但是 我都不敢開槍 因為這支槍強大的火力 是殺死這個嬰兒怪物的同時 亦都可能會正常連腳都打斷了 你看 你的時候 那個嬰兒怪物 已經抹大了個嘴 他的嘴一抹大 馬上就把頭一斑分裂成了四個 雖然他似乎剛剛在蟲巾裏爬出來 但是 他那四個嘴裡 已經立刻 長出了一排 雖然很細尺 但是也看得出很尖銳的牙齒 我知道這些怪蟲 已經用怨念維持了兩千多年的生長 而且他們又是那隻山神乖蟲 用來製造毒母的藥忍 這樣他們身上 誰知道 會不會有什麼厲害的劇毒 不行 於是 我即時收回那支槍 轉頭用槍托 向著那個怪物嬰兒直打他 這隻怪物的反應很快 他一抹大口 馬上就把那支衝鋒槍的木製槍托咬住了 我即時順勢一扯 將他在Sherry仰的大腿那裡扯了 Sherry剛才被這個突如其來的襲擊 弄得連反應都沒有 這個時候才會嚇到喊一聲 好噁心,好噁心 你快點整死他 快點拼開他 他即時舉起弓邊鏟 反手一鏟 但是 剛剛打死了這隻怪物嬰兒 跟著 四面八方 都同時響起了 這些怪異的聲音 畢家虎,畢家虎 看來 不單止是一隻蟲籃已經被枯化 現在在我們四周圍 是那些被巨蟲吞食過的屍體當中 一個屍體 原本是被人撕斷手腳 抱著那個蟲籠 但是現在不知幾時 他們的手腳已經送開了 閉著這桶,閉著這桶 剛才那巨型怪蟲 吐出來的,足足有成幾百條千年怪獅 不知幾時 他們原本抱著那個蟲籠 也完全放開了 沒有再懸念支撐的蟲籠 裡面 那一隻隻半人半分蟲的怪物 就是已經慢慢地破簡而出了 此起彼伏的嬰兒哭聲 使得這個時候的氣氛顯得特別恐怖 而就在這些嬰兒怪物的叫聲響起的時候 河面上,本來的屍體身上 是蒙著一層青光 但現在不知幾時 它的光芒已經全部變得黑暗 而就在這時候 你便聽到一陣陣,一陣陣 這樣的腳步聲 已經幾乎全都來了 怎麼辦 究竟怎麼算好呢 抵取登第三步 雲南重督 故事整理,改篇,流經 音效製作 郭天文 郭靖希